社区方面,联合国美西青年环境保护论坛于近日在加州尔湾市举行。 本次论坛是首次在美西举办的国际级别论坛,是遵照联合国气候变迁刚要公约的青年代表团央购旗下的官方论坛,主办方是ETO SHA Education Consulting Institute, UCI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赞助协办,美西南学联担任战略合作方。 在为期三天的论坛里,共计约2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参与,论坛内容涵盖了来自国际知名环保人士、科学家以及政策自定者的专题演讲,以及青少年工作坊,通过时操和互动的方式深入探讨气候变迁问题。 尔安市市长Feral Khan获邀参与论坛活动,他表示,这次论坛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让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200位年轻领袖有机会交流意见,分享经验。 活动主办方EECI的母公司PAC的执行长廖玉清也亲临会场,给予青少年朋友鼓励与支持。 加州大学尔安分校CSSA主席彭定天表示,UCI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有超过20位成员,作为志愿者及代表,参与到本次的联合国论坛活动中。 UCI西派作为这次论坛的赞助方以及协办方,也是希望作为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能为世界的环境问题做出一次贡献。 EECI和UCI CSSA的代表林芷威表示,透过这次活动,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环境保护和气候变迁的重要性,并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此次论坛在一年前就开始策划布局,在UCI CSSA的成员Edward Huang、Vivian Lin的牵头带领下,与一群年轻人共同筹划,组织并执行了整个论坛。 这次很高兴可以参加环境保护论坛,也希望参加此次论坛之后,更多学生可以关注到环境问题。 我是UCI的代表,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为大家做出关于我们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讲。 在论坛结束后,EECI将率代表团前往迪拜,出席第十八届联合国青年气候变化大会。 凤凰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